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是上涨了0.2% 收盘收在6481点 那么在中国方面 深圳和上海也分别有0.2%和0.3%的涨幅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三国均有出现下跌 跌幅最少的是0.6% 最多的是1.7%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则上涨和下跌各有不同 道琼斯指数轻微上涨了0.3% 但是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下跌0.5% 最终大盘500标普500是原地不变 那么在股市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是稳定在1495 也就是接近于1500美元附近 石油价格则一桶美国油标价为55.20美元 数字货币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一个 大约是105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来说一下的是 首先 我们知道呢 现在中美的关系 对于澳洲的经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如果经济数据出现了负面情绪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应该参与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多 这个中美关系呢 由于这个贸易纠纷 一直是分分合合 那么或多或少呢 对于澳洲的经济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 澳洲的央行是为了振奋经济的话呢 是连续实施了降息的举措 也是为了呢提振房地产 以及降低目前的信贷成本 很多我们的客户也好 投资者也好都纷纷都来问 这个如果澳洲的经济继续放缓 那我们在股市上或者其他产品上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呢 这个问题相信很多的投资者都比较关注 那么首先我还是这一点 澳大利亚呢其实本身 它2400万人口 这么大的国家 应该属于地大物博人口稀少 所以说你要说2400万人口 吃不吃得饱 那肯定是物容置疑 大家肯定呢 这个不管你是就算是没有了矿业 光是靠旅游和教育以及一些服务产业 都能够养活2400万人口 但问题的关键呢 是除了吃饱之外 如果要吃得好 那就要依靠国际环境 说白了呢 就是需要依靠 一就是国际对于矿产的需求 第二就是国际资金来澳洲参与投资和建设 所以说呢在过去两年 由于中国经济的下放缓使得呢 国际需求以及国际资金目前都是大幅的降低 这也使得澳洲的经济依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办法实现持续快速的成长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对于股市部分的行业可能是需要做出调整 那我们知道当经济好的时候 外贸型出口型 比如说矿产奶粉红酒都可以连续保持增长 他们的上市公司股价也是连创新高 但是呢如果外部的条件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考虑的重点 要放在那些客户是来自于澳洲本地 不太会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行业和板块 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 不管外部的经济如何 咱们天天得用电 天天得烧饭 既然要烧饭要用电 势必就会需要用到他们的电和煤气 所以像澳洲的这些煤气公司也好 电力公司也好 包括呢手机网络啊宽带啊等等这些 主要客户是来自于澳洲本地的公司 他们相对来说是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比较小的 而同时呢 这些公司又是属于高分红和高股息类公司 通常我们把这一类公司叫做防御型板块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是澳洲的AGL 澳洲电信 澳洲的超市集团等等等等 这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板块和公司 就是我们在市场出现变化时可以重点关注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在之前上涨比较快的奶粉 红酒和矿产公司在最近都出现了回调 其原因并非是他们不赚钱 比如说必合必拖 经本周发布的报表还是五年来的最好记录 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其股价下跌15%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对于外部特于是未来经济的预期 是影响股市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说完了一个话题 我们再来说一个第二个话题 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周 或者说应该说在过去的好多时间 有很多客户朋友也好 是我自己本人的朋友也好 都在纷纷问我 他们自己是作为家长 孩子通常现在是大学最后一年就要毕业了 来问我找工作 现在澳洲的工作市场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说干脆关系好一点 就说我们能不能帮他们找找工作 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空缺的职位 所以在今天趁着这个时间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在我们经历来看到 现在的毕业生和实际 我们所要寻找的人中间存在着差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换句话说到我们很多 虽然看上去成绩非常好 从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但实际他们真正的社会技能却并不多 大家可能要问什么叫做社会技能呢 我们简单的来说吧 就比如像我们GoMarket是证券公司 那我们的员工通常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技能 如果是大学刚毕业 在我们的面试过程中 通常我们看到他们成绩非常好 就会问他 那你既然这个金融的知识 书本上课 这个课本上的知识非常好 那你能简单介绍一下 你最喜欢的澳洲上市公司 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吗 包括我们想问他 你觉得澳洲的银行四大银行中 哪一家银行比较好 哪一家银行比较差 澳洲的矿业股中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 对于这类实际的问题 绝大部分应聘者或者面试者呢 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即便是他们考了80分 90分95分 但是我问他 你做过股票投资吗 没有 那买卖过澳元吗 也没有 黄金的走势怎么看 不知道 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连我们50多岁的 大妈客户都能回答的问题 90分的大学毕业生 回答不出来 那你说我花了钱 找他们过来 还得给他们培训 我们是不是钱多人傻呀 这个就是现在大学毕业生 和目前社会所需要 这个知识中 或者说所需的技能中 存在了这个差距 所以我希望的是呢 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好 或者作为大学毕业生自己也好 一定要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 光是背公式 背知识点 是没有用的 在社会中 不需要你背书 更多的 别人问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看好这只股票 你为什么看好澳元 你为什么看好黄金 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分析是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 如果大家能够回答这一类问题 我相信当你面对下一次应聘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求职话题中 跟大家所说的一点呢 就是书本上和社会所需要技能中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那我们也希望呢 咱们未来的这个毕业生们 在找工作之前 能够更多的弥补上这些 自己实际知识领域的差距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所播出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